深层市人工智能AI进入百魔大战时代 稍前之余也要人才推进发展 不过在这个时候 深层市AI当红公司 OpenAI确实踢走了创始人 可能会带来人才两空的结果 但也让其他人狂欢 之前有针对财富1000强公司的调查显示 大多数企业在引入人工智能AI工具方面 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 接近六成企业表明缺乏必要的资源 包括钱 人才和技术等等 在全球各大企业都在AI领域激烈进驻 抢先做大这个股结眼 生成是AI的当红公司OpenAI却来唱反调 并搞得科技界闹哄哄 OpenAI的董事局在上周末 突然宣布踢走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 另一创办人总裁布罗克曼及时宣布辞职 虽然临时CEO希尔周一承诺 会对炒人事件进行独立调查 并在未来30天内改革管理团队 但董事局希望救亡 让奥尔特曼复职的努力不成功 还是触发员工酝酿离职 对OpenAI而言 奥尔特曼可以算是公司 甚至是生成是AI的代言人 有一般铁粉和忠心的员工 而且除了部分员工已经跟随他离职 令OpenAI失去推进AI发展的人才之外 炒了奥尔特曼 也代表着丢弃了公司的金蛋 因为他是公司最佳筹款人 好像最大投资者 投资上百亿美元 现在持有OpenAI49%股权的微软 差不多是靠奥尔特曼一手拉拢 同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员工所持股份 令公司估值由今年初始的290亿美元 攀升至860亿美元的计划 可能也将遇到障碍 不过因而也让很多人狂欢 法国负责数字转型和电信的部长级代表巴罗 在上周末已及时表示 欢迎奥尔特曼和他的团队和人才到法国 不过最大的赢家应要算微软 微软在保持与OpenAI的关系的同时 将奥尔特曼 布罗克曼和跟随离职的专才收入囊中 微软CEO纳德拉表示 将会开始新的研究团队研究高级AI 微软会尽快给予所需的资源 有分析相信 微软的财力和硬件实力 将可以加快奥尔特曼的研究进程 巩固微软在科技创新的地位 同时也可以避免AI顶尖人才 陆入谷歌和亚马逊等竞争对手的手上 有分析师指出 舵手与董事局不合 在美国上市公司群里是老生常谈的事 但由于OpenAI转型为商业运营 而董事局继续是非牟利组织 令双方更容易起冲突 也反映目前的运营模式 存在根本上的利益矛盾 同时 生成式AI技术仍然处于初始阶段 还需要进一步的开发 但目前欧美和各地都尽快就AI监管推出法规 未来 AI业监管生态可能会出现变化 令实际使用出现剧烈的改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